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吃糖吗 她是我的一个同款 喜欢 哦 你下去了 我的 你还想跟同一个人去约会吗 因为我们今天刚第一次 就那个失落是掩盖不住的失落 会有点小失落 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本节目由喜欢你每一刻的 一刻活拳独家冠名播出 一刻活拳 伊利集团荣誉出品 本节目由配对采购味的 银路花生牛奶 首席特约播出 上呼创小程序 唤醒你的潮流穿搭 加入爱奇艺VIP会员 每周三十二点 想先看正片 上微博参与喜欢你 我也是话题讨论 分享你的恋爱观点 愿每一句喜欢你 都能等到 我也是 各位好 欢迎收看爱奇艺 青年社交观察恋爱 治愈系综艺 喜欢你 我也是的 幻想记本节目由 喜欢你 每一刻的一刻活拳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配对采购味的 银路花生牛奶 首席特约播出 那么上一周的情况 目前第一次的投信情况 预先约会的 俊良和林玲是互投了 从恋爱的这个报告开始 就对对方感兴趣的贝贝和CEO 互投了 同时呢CEO也得到了 花花以及颜未奇的信 成为了第一天的人气男生 而孝良呢 投给了第一天互动比较多的花花 但是 陈孝良没有得到什么呼应 这就是第一天的基本情况 拿出你们的本文 比比 进入本周的幻想时间 周和咖啡的选择 吃早餐 我来了 我来了 看一下下 我们今天要买点橄榄油 我也觉得我不喜欢这种油 你等我看一下 有热了 热了 我都闻它味了 没有热 我的天 告诉我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没有 你作响齐成 快 快 拿碗了 要不要再咸一点 不要不要 就这样 嗯 够了 装装团吧 这个留给他们自己炒是吧 可以 来 走 你昨晚几点睡了 两点 一点多 还吃得太黑素才睡着了 不就我一个人是秒睡的吗 你们聊天的时候我睡着了 然后我醒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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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蛋炒饭吗 有啊 尝一尝 大厨的手艺 哈哈哈哈 你拿来 跟昨天晚上可是没错 我们来吃吃看 有发酥了吗 酱油 哦 还是酱油的味道 有点怪什么 真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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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吗 是的 边吃饭边嫖贝贝 吃面包吗 我也吃点面包 不是还有炒饭吗 我吃面包吧 我们今天队也要买点面包 它只有这两个了 冰箱里就这两个了 等会我们去超市吧 可以 开两台车吧 但是我有点路痴 咱们女生这边谁热热吧 我 我 我认路 我带你 好的 还可以接个手 什么叫接个手 就是俩人都能开 还可以踢个手 这要微妙 一大早起来得有点微妙 我们凡人今天采购日 然后搞几个品类 然后分个组 那买菜组和日用品组 对 然后晚上吃火锅 可以吗 好 那就这样 就是我带着大家去买菜 你要买菜 买菜 我们是买菜 他们是买日用品 然后你可以想分家哪些 不买吃的 不买吃的 我日用品 我要买日用品 我也去日用品 我收拾东西要去刷的那些 买一架 我可以买菜 我可以买菜 那就我们晚上就是以火锅为主 然后再做几个凉菜 就好了 是吧 嗯 走吧 那我们车怎么分呢 对 谁坐谁 你能分吗 我是司机 你们自己分 我也是司机 但我需要一个司机帮我 我替你们分配 你们分就好了 我但是 嗯 其实很好分 就是你们四个人坐 他的车 因为我后面 因为我后面还有很多一些 好板之类的 可能只能做一个 好 我先穿鞋了 走 我是哪个 跟我走 贝贝和首席买日用品 但是 跟他一个车了 走吧 先上车吧 他已经动摇约了贝贝和他一个车 哦 我们三个人挤的话 可以来这边一个 因为刚才看了一下 东西还好 你跟他做什么 嗯 走 付驾 你先上车吧 先上车吧 跟你们一起吧 好好好 给他们俩呢 哈哈哈 他把后面买都吸 对 就我们两个 两个是吧 他们都坐那个 都上了是吧 可以 上一期的猜测是对的 但是上一期他投就是为了保险牌 对 保险 肖浅你上礼拜是觉得俊良 投给谁 我选的是贝贝 对 但我觉得 李俊良他整个人性质没有那么坚定 所以他很容易受那晚话题的影响 但是他自己的小动作就是比如说前天晚上和今天早上 他都是主动直接坐到了贝贝 那个贝贝的对面 所以你看李俊良挺能抢先机的 对 包括这出来分了之后买菜 他后面还能坐人 嗯 他让贝贝单独坐他的车 那五个人挤了一个车 不是 因为他们刚刚两个女生说我们给他们俩 空间 空间 他第一次选玲玲是因为大家不是都问他吗 你今天会给谁写信 你周六想跟谁去约会 他不是都犹豫了吗 我觉得他一方面是出于我今天就是跟玲玲约会了 所以他必须就是可能算是一个责任感 我觉得前面他今天早上应该是下了蛮大的决心 我今天今天我要主动表示出来对贝贝的好感 他想了一晚上他可能计划了一下 对计划了一个晚上 我们也不用那么分析了 反正他们都已经上了车了 看一看这两个人能聊啥 什么话 我们周日也要处理工作 对我们下周有个很大的项目 然后昨天还在干呢晚上 昨天还在干呢 对回到房间里 工人 是 所以你来深圳多久了 我是在珠海出生 然后呢我小学就来深圳了 然后我高中大学会在珠海 然后后面又回来工作 对我现在家里人都在这边 你也是家里在这边 没没没 其实主要是想来这边发展 然后在这边找的工作 我猜一下你是不是做技术上了 我像做技术的吗 不像但是 那看来这不会是同一个公司吧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你可以告诉你在哪上班 哪个区域 我在珠海 珠海 珠海 科兴科学人 对 第四栋 这么有缘分 你在第四栋吗 你在第四栋吗 我在C2 你在第四栋吗 我想想C2是什么公司 我之前在A栋 有意思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这一波操作 在同一个园区上吧 对啊 哎 所以你说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 所谓的缘分 嗯 你几月的 我11月的 我11月的 哪天 12号 我10号 我6月 好近啊 好刚好啊 你什么是星 我O型啊 天哪我A 好配啊 你什么星座 双子 哦 我是摩羯座 我 我表面也是摩羯座 我上升是双子座 我上升是双子座 太棒了 来 我们结束这个尴尬的话题吧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只要是你想和一个人深聊 怎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哇 对不对 赵羽 就是这个所谓的共同缘分 其实是个虚拟概念 也不完全是个虚拟概念 完全是吗 比如说你可以观察刚才王辈 当他发现我们可能来自同一园区之后 他脑袋里直接就有李俊良很具体 可能上班去同样的这个咖啡厅买东西的形象 所以他就不会觉得那么有距离感 然后距离就可以垃圾 真是 你说如果他俩真的都在那园区 哇 如果他俩能一块上班下班 就意味着他们比和其他人多了很多单独空间 我觉得他们也还没有到那么快吧 现在的客观条件使得他们有这种可能 这种可能就比别人更多了一些便利 这相当于北京的 怀柔 怀柔 你就可以吃铁锅炖鱼的那样 怀柔 怀柔你是北京来的吧 对啊 那只有咱们两个是北京来的喽 嗯 你在朝阳吗 在朝阳大跃城附近 我公司在大跃城 是吗 对 我们离那有多远啊 1.6公里 走路都走过去 对 你们冷吗 会不会冷还冷 还好还好我不冷 马上就要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感觉C.U.U.U.的不开心啊 因为贝贝不带 贝贝跟那个谁上车的呀 你都背着点了 都抽了 你们先分一下给我留一位就行 好歹啊 这口罩在网上可以买到 可以 好可爱 我喜欢这个团 你今天坐那开会的时候 你特别像个家长 是吗 对 这个房东 我们可以听一点音乐吧 你听过这音乐对吗 听过 好听 好听你 你可以听听他那个 我不 哈哈哈哈 叫什么 黑 黑什么什么那个 叫什么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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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吗 我这样 这个下两首 听不在言 好 好 下车吧 这有药店 你怎么知道我也要买药了 买什么药 我要买个眼膏 昨天眼睛有点卖力肿 好 因为是过敏 对有一点 你们买家居 我们买 我们买吃的 我来吧 行 交给你了 跟我走 这个在哪边 这边有吃的 就从那边开始吧 要不要买点凉菜呀 晚上不用拌了 对 不太好吃可能 没有做吧 那你要保证你做的 比这个好吃才行 应该是没问题 我这样 我再买点手切的牛肉 切片吃 天哪 哎 有虾 那就给我个虾滑吧 虾滑可以做 对 应该是没问题 橄榄油哪个是可以生食 然后哪个是熟 给我 我看 这个就可以 这牌子我吃过 那就是这个吧 我面包要来一个吧 哎 来你这个好了 小林 小林 其实辣坡鸭血也好吃 小米椒 哎呀 他第一面就说自己会做饭 会滑雪 会这样吗 差不多了 我们拿底料就差不多了 大开眼睛了 贝贝 从左边走吧 嗯 从那边走 垃圾蛋要不要啊 垃圾蛋要的 垃圾蛋要的 要的 那拿这个 我觉得更能三个吧 他一直在打电话啊 哇好忙 对不对 前面看看吧 脱把脱把要脱把 那这个扣厨房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好 对不对 我顺便那边看一眼 哦 他一直在叫它 他很细心的 拿一盒这个牙线棒 你们要牙线棒吗 可以买一个 大家可以用 那买两个呗 好 一个你们一个我们的 手套 手套 手套应该就在这附近 好 主任很像老父亲 我会很喜欢主任这种姓 目前为止主任给我们 很多他很自信的这样的 他很稳重嘛 他很成熟 对 跟他工作有关系吗 比如说他是一个小领导 这类的 可能 你看看我们的车 还需要什么吗 什么保鲜膜保鲜袋洗菜的 想去买咖啡 我也想买咖啡 我也想买咖啡 走 要不买红牛吧 开车还要 你太猛了 我真的担心说我们早上开车 会睡着 要不我们 早上开一辆车走着了 那你应该比我早回来 对不对 我可以升起加班 我说什么来着 在一个园区就会这样 一块上班 那你应该比我早回来 对不对 我可以升起加班 这呢 做成咖啡 你要喝美式吗 还是 我一般喝拿铁 我要一个这个 三十杯 可以够了 他们怎么不见了 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没事我在 没事我在 你觉得有没有 就是喜欢一个人 和紧张的时候 就会说出这些 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的简台词 对啊 如果不喜欢的话 他讲话你根本不会再听 喜欢你才不自觉 就是耳朵都是树 本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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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买单了 你要不要买什么药 对 有没有红眉素眼膏啊 眼睛 眼睛上 那就眼膏吧 对 哇 还要命 哎 你应该买这个东西 快一点 你怎么了 我眼睛上面 肿了一个小包包 哦 不是很明显 但是又不是 对 你怎么了 我一腰钻 坐着太行 坐车 开车 坐着啊 嗯 腰钻 肠软 你的肠软吗 肠软 谢谢 谢谢 差不多了 走吧 多了 我这个超速的 要被咱们搬空了 哎 如果有一个人 就主动揭起你喜欢的异性 那那种情况下 财尔你会怎么样 我会往后退 你会后退 嗯 你不会正面刚 不会 真的假的 嗯 就如果 他主动你会喜欢他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 你本身也没有那么喜欢我 嗯 我明白这个逻辑就是 虽然有人接近你 嗯 但是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他怎么接近你 对 是没关系的事 对对对 如果我要是去争和去抢 说明我对自己没信心 嗯 是这个逻辑 是的 你也是 画两个自信的女生 来 肖浅呢 又不会了 这个太难选了 这个问题难在哪里 第一种主动干预 然后第二种在旁边默默观察 不说话 我不 我一定不会上去的 你会吗 顿浩 我觉得如果我参加这种节目 我觉得 在短短的21天里 我如果不去争取 不去跟对方抗衡 我觉得我很难得到 我喜欢的女孩的青睐 嗯 但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里 如果遇到了一个 我好看的女孩的话 那我可能会慢慢地来 然后慢慢地去试探她的心 对我觉得 敦浩说的这个是很客观的描述 在节目里面时间有限 有限的时间内 怎么能够有好的结果 啊 哦我拿着这个 拿那个好了 好吧 这个可以骑的 这可以骑的 飞到三楼 哎呦 上去换完鞋下来干活吧 咱现在就要收是吗 咱先歇会儿 收呗 现在收吧 收吧 我们可能要把肉 我把肉先冻起来吧 你们给我腾个地儿啊 我洗个电饭包 好 先腾个地儿 哎这个就可以有早饭吃了吧 我把这个杯子洗一下 你放点我洗就好了 好 哎这贝贝又跟CEO在一起了 早上可以做粥 你几点出门到时候 七点 七点 八点 还可以预约 预约 但其实我早上都怎么吃老餐的 就是喝咖啡 就行了 反正要吃锅里盛就好了 这是啥 那个量杯的盖子吧 另一个 好 那 那个 又摸摸按中观察拍摄 来来来 找一个正面 我摸摸 放贵瓶啊 哎有链接吗 有 你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这样看到了 看不到 这样了 嗯效果好好 天烟防贵瓶 是我们整个同同事的诉求 火药味开始 有点焦的味道他的脸 所以对点 看看 所以说我们用的所有的食材 都要非常的精挑吸取 水也需要甘甜 所以我选择一克火拳 我去弄吧 我先搞点复杂的 我帮你玩 这是素的都要洗吧 对 我先把这个虾什么的洗了 这两个够了吗 还是要多一点 土豆吗 差不多 其实我们眼大肚子饱吧 两个我觉得应该够了土豆片的 好 OK 你放点吧 那复杂的我弄就行 我可以的 我可以 你放着我切吧 你会切吗 我可以 我切吧 你小心一点 这个好轻 我教你一下吧 我可以教你一下下 好 就是 就是你这样拿它不是这样会晃吗 然后切到这的时候又变成很大片 你就可以这样 那它就很稳定了 这样的话你不会划到手 颤诚微微的太划 太危险 这个不算谍词吧 来我教你一下下 其实在这个伴侣之间 当然他们可能体系太不明显 应该是相处比较久 伴侣之间会存在一种现象 叫做伴侣间的私人语言现象 就是这种语言 是伴侣之间沟通才会用的 有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叠词 还有很多很儿童化的语言 模仿儿童的声音等等等等 这种是伴侣两个人相处这个日积月累 然后形成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有的类似于这个暗号系统 如果你和你正在相处的人之间产生了 这种独特的语言符号体系 那说明你们正在走上一段健康长远 可以互相信任的关系 你会吗 不会 我会对小动物说 对狗狗我会说的 狗狗 但是也不会狗狗 你会吗 比如宝宝 这个就不叫碟字了吧 这不是碟字 宝宝还不是碟字 正常不碟字就过来叫他宝 没有这么叫 你说一个碟字来听听 不是这个 这种说说碟字 男男生说碟字的时候只有那种 我就让你说碟字 我写给我出来 我画的 你让我想不来了 我就只要碟字 我想不出来的了 不聊了 一起看看吧 快开始搬 太棒了 我和幸福和幸福 我们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感觉没啥了 我来弄吧 你歇会 从来没有看到人现场做瞎话 特别简单 这是已经调过过的什么 就是 动手能力很强 行动力很强 加分 加分 这啥呀 鸭血 你不吃鸭血 我吃了我啥都吃 搞定了 可以开锅了 我们碰一个吧 我们取个杯吧 走一个 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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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厨 谢谢大厨 谢谢小雷 新年快乐 真香 这要是做了一整顿饭 还是没有人偷它 这么厉害 这个是你腌的吗 对 我做饭就是看点啥弄点啥 其实不一定好吃 讲实话 这个太厉害 你再倒啥 那个是豆油 在这儿 不是 我觉得好像香油 你闻 就跟芝麻油的味道一模一样 不是 你倒一下芝麻油 你再看看这个颜色 它好贴心 大分了 是吧 对了吧 谢谢 谢谢 我尝个虾滑吧 味是好吃的 它挺好吃的 你们要虾滑吗 我要我要 这儿有个辣锅的嗓 你要 有这个 有个这个 这个好喝吗 总之好喝 沉沉 沉沉 我要 我要 这两个放上地下 来 俊良的眼睛一直是往贝贝那儿放 对 你这个香花做得好好 就是 就是面有点多 没有 我挺好吃的 对 看完应该好了 完了 你那白衣服 没事 反正就穿这衣服 又来一个 你一会儿吃完饭 上去 今天这个刷碗烙到谁头上 谁可是 你们做饭的 准备的都不用管了 对 没事 那我来安排一下 刷碗 我 谁又说要刷碗 然后贝贝马上就 我 没事我帮你嘛 一请 我等到过两天我排个指示表 可以 太好了 排个指示表 就可以这样 你们晚上吃饭呢 吃完以后等我下班回来帮你们洗碗 我们应该要等你吃饭的 对 应该等你吃饭的 这不比巧儿子坐车好用吗 这一会儿又加分了 这差不多了 关火了 先不刷是吗 先不刷 晚上我们来弄 我跟你 我好开心啊 在这儿我想有两件事情问大家 一个是刚才我们对陈孝良的一些偏见 就是因为说自己是 小顽皮 小顽皮 今天是加分吧 加分 大加分 是吧 将往了已经 那刚开始有点太想要表现自己了 太主动了 反而让人有点觉得它 杰琼 放大了小顽皮概念的是你 但是你们也承认了 我们确实硬喝了 为了效果 所以 细水长流 有的是爆发力选手 但是有的就是长跑型的选手 就是打持久战的选手 刚才说的就是要在某一个内容 某一个项目上要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所以 就是有很多人是不会释放 就需要被引导 他不是某些人 就是他去标签 我已经听明白了 你的吸引力的密集是什么 我爱照顾人 就你举个例子 我可以不一一举例吗 对 对 没有人要一顿 例了 比如说你会给他点早饭 那这些这些不是日常吗 就是都需要去 那你赶紧举个例子 我们能想到的只有这些呀 可以这是对的可以 对的我们今晚认可 你对 对的 终于对了一句 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那你举个 你说的照顾人是什么吗 就是该做的呀 什么呀 我觉得什么都该做呀 这行不太难了 不让国差别人吗 怎么搞他们国差什么呀 谁国差谁 小姐 你刚才有一句话其实说的不对 啥 你说这哪有什么大事 生活里面本来就没大事 就是那些细节加在一块儿 你要说什么是照顾人 就当他生病的时候 我不是跟他说一句 喝点热水 对呀 那这个在我的眼里 不至于我拿出来 我跟大家聊 你知道吗 我对我曾经的他我多好 我没必要去讲 我就是 不都这么干吗 这样秦老 你听我这个主意行不行 二四六 咱们六个人 假设咱们是一饭局 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秦潇贤就想要引起周杰雄的注意 开始 多吃啊 你喜欢今天这个是吗 我们今天吃的啥来 火锅嘛 我 我吃青汤吃的比较多 这不一样啊 你可以吃点 蘸点青汤吃吗 我尽力了 你不要看着我乐了 哎呀 你看我这算不算成功一大大 对不起我没有进入角色 哈哈 我们重新回到这儿 我们现在吃着一个鸳鸯锅啊 哎这是那个谁 那个那个陈小贤 你好你好你好 来吧 快快快开开吃吧开吃吧 开吃吧 你是青汤辣汤 哦没有我都可以 但我吃青汤吃的比较多 给你给你我这锅 给我点机会 你吃青汤辣汤 小姐 我吃锅 你死我了 最后一遍啊 还还有啊 我非得让他和你熟络起来 哎 你是吃青汤辣汤 你那是青汤辣汤 我花青汤辣汤 青汤辣汤 哎这样吃这好像是青汤 青汤是吧 青汤你一过来坐我去那 哈哈哈哈 好爱 对对对 好吃吧 哈哈哈哈 我还没开始吃呢 没事哎呀 让我走 太难了 赞美一下他的打扮衣着啊 什么之类的呀 啊 我好粉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这特别为为我 我自己的性格 那你自己是啥样的 坐在那啊 真的啊 全程不说话 也不是全程不说话呀 就我该 我该 在在这个聚会里 我觉得我 我该搞笑的时候 我该活跃气氛的时候 我活跃我的气氛 那直到真正觉得 嗯 有有这个单独聊天的机会的时候 我才会去聊 或者有真的能找到公众话题的时候 才会去聊 就是其实他不是一个有意为之的人 对我我该做的我都给你做 我能想到的我都给你想着 我不会去告诉你 哎我可给你干嘛了 哦 就默默地付出 这个事就是不太符合我的性格 有的时候你做了这个好事 还缺一句话 所以我身边特别需要一个像彩儿姐这种朋友 可以可以我很有空 我很有空 对就是这种 我不行是吧 我给你辅导了半天 我是哪不行呢 就是 愣让人上台 太难受了 你也没准备好呢 你去吧 我没准备好呢 来来来两位朋友 行行行 行了回去吧 男位要钱了 现在Jasper CEO和贝贝 贝贝 是一个组合 然后呢 反而是陈孝良和 玲玲 玲玲 现在是一个组合 那两位女生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没看出了她来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吧 菜职业 菜职业 哦 菜职业的 哎呀 还是到了这个时刻了 看一下 我们的任务卡 嗯 去女生 喜欢你小屋账号上 有职业线索 请共同讨论 和猜测男生的职业 请共同讨论 和猜测女生们的职业 并将结果写在评论区 猜对多的一组 将成为盛方 书方需要满足对方 指定任意福利 有一个比拼 对 猜对了之后 就是多的那一方 就是可以 可以有个要求 对 人提什么要求啊 就是他们四个是吗 哦 哇 这是个跳舞的啊 这太明显了吧 这是那个 甲林亮 对 啊 你看这表情包代表了什么 女生 听 想 然后鼓掌 他就是 跳舞的怎么说 舞蹈家 舞蹈家 林亮 不太像哦 会不会有误导性 林亮 我是觉得这两天都不聊 她是 很有可能是做自媒体之类的 我觉得她是自媒体 而且那会做饭的时候 我不开了个玩笑 她说拍什么拍什么 Vlog那块 然后我说你再说 你这职业就透明了 然后她说 拿个刀过来 你拍Vlog了吗 笑凉 没拍 那就我就要作业了 因为可能跟你的本职工作很像吧 拿出了我的大刀 是不是这样 你藏不住了 那你这个信息是OK的 那些舞蹈类似媒体的 我们打开这个平板 看一看 这个是 炸裂小顽皮 三 六 五 二 四 那是啥 对啊 我刚唱过了 我觉得好像不是 不通 猜猜是老板吧 这个比较稍微广 这不好猜 音乐人会不会更多 更多广 更广 对 这是 互联网打工人 笔记本 稿子和相机 记者 她说互联网打工人 那个 我知道 做广告的 没广告的 广告 对 在这个房间加班 对 不快干活了 可以 广告营销 大耳朵 这是不是她自己的旅行路程 对 你看 四处二百二十一次里程 五三十五成事 到处飞的职业 还有啥能要到处飞的 我觉得旅行博主可以通过 因为旅行博主心路不会这么单一 幸福相对来说宠副率比较高 我们像日本或者荷兰那边 其实都是比较 出 对 设计师总裁 这根炒白很清楚 比人相对 还出一人 对 我们就先订这个 可以 可以 这个 这也是机器 麦克风 波音 波音 波音也有可能 她说话 有波音枪吗 没有那么强的波音枪 但是会有一点点她的咬字 那波音主持只是个学位 专业不是 主持人 那我们写波音主持类工作 可以 对不对 极致 身体打怪 它不过是游戏类的吧 游戏作画 章鱼 游戏解说 我觉得它不太像主播 我觉得它不太像主播 因为它嘴不是有很快很蜜的那种 我觉得不太像 我觉得可以往游戏运营 那个方面去想 也可以说游戏制作也有可能 制作也是个大类 那就是游戏制作运营 然后管它呢 反正全网上堆 这啥玩意儿 好玩 惊心 好玩 四颗心 他不好谈 他刚不好谈 我看看我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黄黄 你是北京来的吧 对 你在朝阳吗 在朝阳大学城附近 我在巴沙已经 我分析一下 他住在北京的朝阳区 离我公司不远 那一片 多数是传媒公司 原来在巴沙工作 巴沙技术明星比较多 要不然就在明星的公司上班 要不然就在传媒公司上班 要不然就在传媒公司上班 要不然就一人 一人或一人相关 行 究竟是什么 PR 宣传 我们晚上弄完了 走 那我们就出去吧 下楼 下楼 来 那你们猜他们是什么 这太明显了 CEO太明显了 CEO就是品牌主理人 是啊 JASPER呢 游戏策划吧 她肯定不是技术工程 她肯定不是技术工程 她应该是那种宣推那种东西 宣推 游戏宣推 那孝良呢 孝良像个DJ 不 我觉得她像一个自由 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 她的职业是自由 孝良是全年无休吗 365天27小时 那时候是自己给自己打工的 有话筒的 她们刚才猜七七是主持人 配音或者是 或者是配音 冯宇是什么 公关 或者是一些造型编辑 灵灵呢 灵灵 跳舞刚刚那个 什么自媒体啊什么 来吧 看她们的吧 来了 来 我们来了 我们要先说惩罚是什么 你们先说 你们先说吧 福利 比如说你们可以三天不洗碗 我们想的是一周 是一周 是一周 一周啊 一周有点讨价还价一价吧 我都感觉脸水要哭了 对啊 回来个碗 然后就开始打碗 今天就点光了 快说 这样 这样 可以带礼物吗 比如指定你今天一定要点一个什么什么的奶茶 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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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先猜一个我们 我们先猜猜一个 先猜我 先猜我是吗 嗯 嗯嗯 那我现在看我的对不对 对 品牌主理人或买手 我对了 对了 而且这两个猴我都是 都是我 我们就猜年龄 我觉得她应该是93的 93吗 要改吗 95的 你不会吧 我93的 那顺着吧背一背 好 认一下吧 嗯 广告营销位 嗯 嗯 不是很准 完蛋 我是做市场 就是市场传播 基于我们市场传播会根据产品去做稿件 然后宣发 然后视频 嗯 我96的 哎 你要他们猜呀 哎 哎 贝贝很好 好 这段卡亮 这段卡亮 你们猜一下 96的 对了 太对了 第二个我们猜的是你的 游戏运营或制作 是吗 对了吗 对 我是做游戏运营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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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搞的 现在在做游戏市场 其实它是游戏市场 我先猜 我觉得你比我大 8 不是 96 不是 99 不是 9 9 你好闲响 2 你来接下来再猜个女嘉宾的 再猜个女嘉宾的 我们看我们看就就看顺着吧 七七 波音主持 工作 嗯 对吗 对吧 或许也是 对吧 反正就波音主持肯定是对的 对 我是波音的 哎 哎 可以可以可以 哎 那就麦克风对吧 可以可以可以 聪明聪明 我是学生 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 他现在知道大三大四 然后你十八岁的话 二十一二岁差不多99 对 不能是00后应该 对 00 00 00信我 他很有可能 00 你不跟你说是99 啥是说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太久了吧 对 22岁 下次 早上的年纪 好 这儿啥 三六五二四 音乐人 我刚才猜是便利店的 因为我上百度查了一下 有个店叫365天24早 是便利店 我还真查了她的名字呢 没有 我是导演 然后为啥是Sandy Wars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365天24小时带一次 导演考究又加分了 90的 差不多吧 92的 这么直白就给出来了 这没啥可猜的 别看我比你们大 我刚看了一眼你们的答案 你说什么 舞蹈类自媒体达人 他们比较笨的地方在于他们把范围缩得很小 小的 我们就是尽量的会写很大 这个话就可以当面说了吗 显得我们智商很着急 对不起 答错了 答错了 我说我是主持人 我是主持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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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 因为我在那儿录一个宣传片 让他们给我搂了一个剪影 你们猜我吗 我觉得跟咱俩靠近一点 94就94 没有咱们打94 94 你确定快快快快 答错了 91 91我觉得她是有工作精力在的 但我们已经输完了 但是全场最难 我还是很期待的 但我一直在推断就是 她原来在巴沙 所以从巴沙出来一般会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有猜到她现在对接艺人 但是想不到什么工作 所以我们写的是 艺人或艺人类经济工作 没有了 我在运营自己的护肤品品牌 咱俩是半个同行 那怎么会是四个星星呢 就是是可以让女性变得很闪亮 然后很漂亮 我还说 这个点有没有 但是没有想到 花花我觉得 也绝对 我觉得也在咱俩靠近 我猜93吧 93跟我一样 90 不不我觉得 我觉得花花大不过零零 就是91就是顶峰了是不是 对不起 是的 我89 89 不像 太不像了 就是当刚是当时我有想 我说花花可能年纪会稍微大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是89 没有想到 保养的好 自家产品不错 对 对 用心了 用心研发 好 那你们就是双倍了 接受 我们把它收拾一下 那我们就收拾吧 89就已经被说 大不大 才33岁 我头好痛 就在这里 我以前真的很小 我小时候也才一岁多 我出道的早 你出道的时候你还没生呢 可能 因为你和敦豪是一个属性 所以彩儿真的是比你大一轮 看不出来 所以就是 真的要说一下年龄的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大家一说说30岁就很大 很大 没有吧 没有大的概念 谈恋爱的这个问题上 年龄根本就不是一个坎儿 不重要 不重要 来 把地儿撑给我吧 你帮着吧 我来 没事 我来 没事 我都洗了一半了 你 你 要不我接你的班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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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嗨 小心 小心 那个贝贝 你可以帮我拿下那个洗钱筋 可以 那又来了 又来了 他翻了一个沾去找贝贝 对 好 谢谢 那不我来一起吧 走 这太油了 我要不然帮我放个泪 看有什么 就有什么东西放在一起 然后我洗完给你的 对 往那边摆 陌陌不乐的 一看就是小汉子 哎 能叹气呢 来点水 要不要帮个忙 这就一个池 这里就一个池 人都不说不用 我这里只有一个池 要不要帮个忙 这就一个池 来贝贝 你去找一个地儿 你去给他擦一下 往里边放 又下去了 又溜达下来了 要不我洗吧 你洗那么久了 真的 马上好了 这还有好多呢 站一个手得了 贝贝贝 今天想干活 要不觉得 要不觉得 明天后天大后天 可能干不上活了 没事 要不明天你八晚 你又八晚留着 对 不不 你俩上班本来就有点累 我们没事 来吧 所以你现在做自己品牌的话 试试这个状态什么 我可以等下告诉你 我可以看一下 都不嫌尴尬吗 好尴尬 我突然想到 我之前想你是打敌 笑死了 这里是有设计 对 对 我的设计 在后续工艺场 然后在所有的市场 之间都是 都在做 你所有东西都要去考虑 考黑的电灯泡 我 别导你 你一般时间走 你一般就八点走 八点出发 八点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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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还会回深圳吗 很少 我如果不是这个节目的话 我连很久没有在深圳待过这么久了 就是 时候是打算定居在香海了 对 嗯 但深圳毕竟还是家嘛 你要过年啊什么 如果有长假 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就都会回深圳 又下楼了 你们还没忙完呢 最后四个杯子 辛苦了 太辛苦了 我的天哪 你也一直在陪在这儿 可以上去 洗完了 就觉得很舒服 可以今天不做 但是要在这陪着 他在做 他在做 对 他在百来百去的 先上去了 拜拜 拜拜 第三次了 我就是要来打交你们 真的 今天去购物的时候 让他坐了我的车 然后 跟他聊了聊 然后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跟他去买了咖啡 也没有别的事情了 但是他在下面 他们聊得挺开心的 我觉得就 好 还有人吗 他们都上了那个车 都上了是吧 对 可以 笑死了 我先问一下两位女生 就是都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一个女孩子还没有下这个结论呢 那在这个时候 请问是默默守候的 还是积极主动的更能打动你 我觉得积极主动啊 我喜欢默默守候 我觉得在试探的这个过程当中 男生是要主动一点的 就是喜欢那种你在旁边很可怜 然后就是你知道很爱我的 很可怜 那这两位女生的判断就不一样 很好你们两个是 我当初是属于主动性的 扫金 眼前的一切障碍都给我让开 不抓机会就被别人抢走了 是啊 肖显是在旁边默默守候的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默默的 你会像刚刚Jasper一样一直这样 我觉得我是绝对不会的 我觉得就这么来回走的 这个就不太叫默默守护的 这个女孩一直在陪着这个 CU在洗碗 其实在表达我现在就想跟她待会 你老在我面前晃什么呀 这是我不理解的事 你换一个角度 一会就写信了嘛 我想告诉你我是存在的 那我就希望从现在开始 Jasper一直都这样 她别变 为什么 我会觉得就是我在喜欢这个姑娘的时候 我会把我把这个状态给出来 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了 然后她的状态慢慢就往回收了 我会觉得这样很奇怪 你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是困了吗 还是什么 我觉得是她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管别人有没有有没有回应我 我一直都是 就是我还是我 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改变 是这意思吗 我喜欢你是我的事情 酷 是这个意思吗 她说了什么你在重复医院 我喜欢你是我的事 我没有办法去强制情 让你也喜欢我 你两个要尝试一下 这又有一个懂你的人了 我会抓住每一次我跟这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我去展现我的个人魅力 但不会在她展现的时候 我也特别人 你看我也挺好 这个我不太理解这个事 我也不错 两个人正刷碗子突然 朋友 其实我刷碗子刷得可干净了 我也会朋友 我不太会 我是觉得有更妥当的做法 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 我们应该尊重彼此独立的空间 因为他们也没确定关系 他们可能就是朋友相处 对吧 我觉得秦老师可能会做的事 就像他刚才讲的 他不会在这晃 他就会回顾做自己的事 然后用自己跟他独立相处的时间 让这个女孩明白自己的心意 我越来越了解秦老师的性格了 当你看到两个人正在进行他们感兴趣的私密交流的时候 你宁可让自己难受 但是你会选择躲开 不要给我机会让我单独相处 我有了机会单独相处 你等着 我的魅力就炸翻天 对的 就是这劲 终于他们越来越迷 懂我了 好开心 太难了 条件懂你太难了 太难了 不是你的行为有什么让人不懂的 是问你任何问题你就 我得琢磨一下 你这个表达方式 我得阻振一下 你是到了现在 你终于不往里 他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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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往里面倒抽气 这谁受了 不是我得琢磨 来吧来吧 别琢磨他们了 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七位嘉宾上 真的又到了写信的时候了 写信 谢谢 小梁是给了零零 他俩都很开朗 所以他俩是互投了 贝贝投给谁 杰斯佛 看是不是我说的他不好琢磨 我不想看了 到这我就有点难受了 现在已经我有点不开心了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 他会投给首席的时候 只有蒋敦豪说不一定 理由是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得站在 贝贝的立场上去考虑 今天也能肉眼可见 他其实一直在下来晃 找出存在感 扎尘要晃的时候 贝贝是注意到 对 贝贝肯定会注意到 而且还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其实有共同的工作的地方 让对方能够切身地感受到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磁场内 我们这毕竟刚刚开始 我是和你聊得挺好的 但是我并没有两天就确认一件事吧 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个男人 一直在群寻 这才是我们正片的第二期 刚刚开始 来 平静啊 朋友们 你今天出门到早 七点 七点七点吃的话 六点开始做六点开始做 那就是现在十一点七个小时 六个小时 都能吃成 我写个字好了 他这会儿 还不知道贝贝没给他写信 嗯 不知道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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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早啊 要不要喝点咖啡 是你的 拿铁 其实我早上就怎么吃早餐 就是喝咖啡就行了 要喝中吗 放回去保护了 熬的酒没喝 你给灶回去了 准备出发了 要不我开车然后送去 曾开走 太惨了 好 不是 我想说的是如果是我 我就觉得是CEO做得不好 你如果真的想让他喝上你这碗粥 你也就你也起点起 如果我要是CEO的话 我也不会那点起 当然我会给你做 你连早起这个难题都克服不了 追什么女孩 我可能会数个名 早起确实挺难克服的 早起挺难的 对不起 我克服不了西方 我也不行 就差一步 走了那么远了 就差一步你不怕 哈哈哈哈 是有动过的痕迹 杰斯本喝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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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吗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吃 吃点我做的粥 行 嗯 我今天是起吧 当时有一早就来看见可能做什么样子 加点白糖 一会儿 加点白糖 好喝 好喝 加糖好喝 甜一点 知道了 你还没说你什么星座呢 就828 真的假的 828 嗯 828 你是我认识的第四个828生日的人 太巧了 不是 我上升什么还是重点 好 好 你好 早 你走吗 走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 所以你昨天不是站那儿你说大家开个会 然后你干嘛 你干嘛 就很像编剧大家一起开个会 有没有 不要 他俩现在有点搭看着 很搭很搭 走 你有伞吗 我没有伞 你没有伞那给你拿 我以为你有伞 我给你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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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见 晚上见 小明天 会有点 你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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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回来了 就买了一个锅嘛 专门煮粥给你加几个 我都给你加几个锅 哈喽有人在吗 啊 拿点拿点东西 我买了好多吃的 有点沉了没事 他也买东西了 发现中午他不喝 他买点稀释 真的有可能 对 真的有可能 你们晚上吃的什么 我随便吃了两口在外边 我还没吃饭呢 好饿呀 其实我也有点饿了 饿就吃正好不用做了 对 还有那个面也居好吃 行 那我们煮 你要煮两份 好 我煮两份 然后我们三个人吃 我加一两口就行 好呀 要不要给贝贝留一份 他还还没回来 他几点回来 我怕他时间长会不会脱掉 现在就来了 我觉得 因为我们俩差不多一个点 像 哦 你没跟他一起啊 没有啊 我们 我们俩又不一个公司 你俩不是在一个地方上班吗 你俩不是在一个地方上班吗 只是很近而已吧 对 只是很近而已 我回来了 你好 正好正好 我们正好一脚前一脚后的到 你几点下班呀 贝贝 我 我七点八点多下的班 你几点下班了 我六点然后我刚到 你今天早上下了多久 两个半小时 我也差不多 我先上去放包 迟到了是不是 肯定迟到啊 我可以吃 我上去工作一下 你说我刚才突然有一个 有一个好奇 你像那个贝贝也一直打电话 一天一天的那么打电话 CEO也是一直回来 就不停的打电话打电话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 会说工作妨碍了他们恋爱 然后哪有这么忙啊 工作妨碍不了恋爱啊 成家立业吗 对吧 没有 我会想先立业后成家 好的好的 那我就当我没输 好吧 要不要聊天呀 真的是 有点小情绪啊 彼此都 娇姐 你说先立业后成家 啥算立业 我没有给自己定一个 平凡标准 当我觉得可以的时候 那怎么叫可以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 莫名其妙的射线 在该爱的季节不去爱 本身就是挺大的损失 放开爱 勇敢爱 如果我们真的碰到了非常心动 对他非常有好感的人 希望大家不要去害怕磨合 可以尝试着 可以尝试着从 为对方付出一点开始 在热恋期 激情期之后 然后大家找到一个 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大家同时又可以兼顾工作和恋爱的相处模式 那个时候大家就会产生亲密和承诺 大家可以分享彼此的成长 彼此的脆弱 彼此信任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你们可以找到一个 对彼此的工作不影响的相处方式 搭到一起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去谈恋爱 不要把假设 以及头脑当中 一次又一次的 虚拟情境设置 当成阻碍自己 做下一步选择的阻力 我现在突然假装 我好像在跟我儿子以后讲这些 才是会的呀 会呀 马上就会了呀 我要先练习 你好 你吃了吗 我吃了 我吃了外卖 你也不吃一点 我本来还想买点菜 说怕你们没吃 结果我猜 这么晚了 应该都吃了 你要不要喝这个 翻十榴 我喜欢翻十榴 帮我搞一杯吧 谢谢 给你搞一个 我两人已经熟络到了 给我搞一个 差不多吧 谢谢 好喝 我换个衣服呗 好啊 那我也换个衣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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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市里转了一大圈 没 我打了一天业务电话 我一直在打电话 然后我的手机一点电都没了 穿啥呢 太难了 这个 行了 这么精心打扮吗 这么精心打扮吗 他又在换衣服 林玲 啊 先吃东西吧 啊 哎呦 两个白色欧 让我磕到了 火 这大烧鸡 哎呦有点烫 这种活还得是我呀 我的个天 我的个天 哎我看到这个 对啊 你要不要 你这白的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我给你弄一下吧 谢谢 我给你系吧 好 你看我昨天顶着白衣服做了一碗 对我看你穿白的 然后我就说这个 得安排上 我们还是早上吃饭吧 我觉得熟了吧 小杨你看看这面熟了吗 尝一根呢 你要尝一根 拿个刀子吧 你要死毒吗 你来吧 这个活 没什么 没事 你们今天忙不忙 忙死 开了一下个会 我今天在公司 我快 真的 所以 你也等着几点走啊 你没有 我明天应该要 七点半就走了 我估计我也出钱了 你们在干嘛 人家吃瓜吗 等一下 来吧 吃吧 我今天忘记带公牌了 公牌在车上 你怎么办 你们 你们可以补班吗 还是 不是 我公牌放在车上 然后今天就是进出了 很不方便 要不现在拿下来 明天要该忘了 我明天早上 已经会记得了 你明天早上提醒一下我 OK 我提醒你 已经约好一块上班了 你不吃吗 你不吃吗 我不吃 我一点都不饿 C儒怎么挺忙呀今天 我上去叫一下 谁啊 我 进来呗 可以开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呢 可以开吃 开吃饭了是吧 你们先吃 我马上下去 好 哦天公不露美 她在开会 我先上去了 我先上去了 拜拜 他们好顺畅啊 感觉 对啊 他们就很自然 哎 等一下 我拿个东西给你 我跟你说 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 啥啊 我本来想我说给你买一个这个 然后你昨天不是穿那个白的吗 然后粘一身 我说我给你买一个 然后最搞笑的是 我回来的时候发现 已经有了有一对 谢谢 那我就戴这个 我肯定不戴那个 哎我肯定不戴那个 你俩让我有点特到咯 很甜 我一直觉得这屋就是 读书的 坐 你这个坐好像开会 坐吧 来 坐吧 你哪里人 呼伦贝尔 大草原 不是 你下一句话 不是要问我是不是骑马上学吧 对 是不是正蒙古包 不是都不是 我从小在山上有感觉 所以我从小就滑雪 所以滑雪还喜欢玩什么 要不然就旅行 我是每年会去一次西藏 那你们去西藏是属于自驾还是 我第一次去西藏是走着去的 徒步 你喜欢旅行吗 我喜欢呀 我特别喜欢 是吗 我每年就是 我最后 哪怕是我初一 大年三十 做完直播 我就直接跟我朋友两人一起 我一个发小 我俩一起就飞英国去了 刚刚飞了大年初六回来 马上立马上班 不是这种 咱俩差不多呀 这也是赶紧有时间 说走就走了 对 我最疯狂的一次 我身上只有护照和什么照 什么都没有 我就走了 我下班回个家 都不会拍这点东西 对 他俩聊天聊的挺好自然 很轻松很舒服 喜欢 他俩的速度有点让我 吃惊 惊诧 我都有点磕到了 我还没有到磕到 我觉得时间毕竟还短 我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能这么自然 我觉得是顺便它们挺搭的 嗯 给那个西约成一个 不然就坨了 你们不会都吃完了吧 对啊 我来了 快快快快 来了 那个面有点咸 有点咸啊 没事 先吃两口尝尝吧 我觉得要吃两口 应该就 给你弄呗 哇 已经坨掉了 那我加点热水 你最好加一点开水 可以 今天出去了啊 看到我 Aber 别 但 那 自己 Angst 你今天出去了吗 我出去了 我就剪头忘了 就去剪了个头 对 然后我从家里拿点东西 我拿了一个樱箱 然后后面我拿了那个燕锅 你们要吃的话 就在那个红色盒子里 你是冠状的 是冠状 你打开就可以吃的 你真的是养生男人 那个简单 我看到家里面有了 拿来 你是想到他们21天之后 荣光焕发 那也是挺好的 你早上喝粥了吗 我喝了 喝了 你喝吗 你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了 我一下来就走了 他喝了 他说还是好了 因为你知道那个表 他要算时间 几个小时后开始工作 我是好像把他提前了一点 我是很怕就是7点钟他要不好 然后你没打开还是一锅水 没事 其实如果没好 我们俩可能就都直接走了 就走了 好喝吗 真好的 熟了 很好的评价 挺好 小薯 不吃了 太咸了 你们的碗要不难 吃完就丢过来呗 越吃越咸 我的妈呀 那收吧 七七就一直在后面 七七呀七七 别吸碗了 帮你 不用帮我 你去那边收拾吧 那我就真的不跟你客气了 可以 不用客气了 谢谢 昨天已经客气过了 但明天不喝粥了 吃糕点 有一点点火药味啊 不反正我会做好 你们要喝就喝 因为我早上是要喝的 反正你们走的时候就会好 要喝的话就沉一点也好 好 我之前讲的对不对 有没有对 嗯 刚才 杰斯伯 从车里面拎着糕点进来的时候 我和彩儿我们两个同时 看了对方一眼 我买了好多吃的 哇哇哇哇哇哇哇 发现中午她不喝 她买点稀释 哦真的有可能 对不对 真的有可能 然后彩儿说 别喝粥了 吃点心吧 哦 都没有联想到 年纪轻还是不一样 你 真的 你们怎么想到的 我们吃过的什么盐 不不不 咱们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啊 彩儿 咱俩不回到这程度啊 好 咱俩不回到这程度啊 好 咱俩不回到这程度啊 好 抱歉 对 你吃小龙虾吗 我吃啊 我吃小龙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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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吃 我没吃过 我没吃过 你下次来 我带你长沙走一圈 好 好 就以后长沙也有盈儿了呗 自己去打卡 那你怎么不打卡 如果有女朋友可能是最好的 对吧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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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 你单身是为啥呀 这好问题 就是 没遇到呗 然后你也知道 就是你现在忙 然后还有一点就 哎呀 我不知道 就是我心态有一点变化 就是 我就从来没觉得年龄是个压力 然后我现在觉得年龄是压力 然后就不敢 轻易做选择 我懂 我懂 就老觉得自己没失措的机会 那种感觉 不想耽误别人也是 对 但有这个 而且像我们这种工作忙的 基本上就属于 你发给你发了微信 然后你没回 然后你晚上再给他回的时候 他的那个 过气了 对 凉了已经 早就凉了 你在给他回的时候 他说 什么 算了 没事了 就大家也都是这样的 我感觉 那如果咱俩都是这个心态 那你来的动力是啥 我觉得男生女生可能不一样 就你到了这个岁数 你应该有一些 该放在前面的东西 去做平衡的调整 就是该什么岁数做什么事 就不用这么想 我这么想起来也就算 不 不 不 这九八年的 你不用 不 不 不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觉得 我 虽然是什么忙啊 时间排不开啊 或者工作很压点大 嗯 但是我永远是相信爱情 嗯 当我知道有这个事的时候 特别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心来的 然后很期待 很期待 你 彩儿你觉得现在 好多年轻人说不好找对象不好找对象 单身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们身边都会有单身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很优秀 你觉得单身是因为什么他们 某一部分的人我觉得是在年轻的时候错过了 到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越来越对异性 有一种要求 要求越来越高 要求越来越高 然后你的范围就越来越窄 敦豪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我其实身边的朋友 都挺想找自己的另一半的 挺想找的 对 但是苦于他们其实自己的社交圈 其实就是自己的工作圈 那其实他平时接触的那些人 就是自己的工作上 或者事业上的伙伴 就是男生和女生 可能觉得还不错 但是就聊着聊着 突然这俩人就变成哥们了 铁哥们 这是特别现实的问题 工作和社交圈会重合 会严重重合 你觉得为什么 就是身边朋友的话 肯定就是 都认识 谁跟谁都认识 他从外面给你们介绍 你们又不要 不是不要 是可能会有点 害怕 攻避自己一点吧 不 那谈恋爱不得先认识 对 先得认识 你不能跟陌生人结婚 但就是这个时候 就找不到完全 找不到很多共同话题 然后可能跟这人 刚认识没五天 然后有工作夸 这人就见不到了 我觉得那么核心 还是工作吗 这是核心 对 还是建议大家 想谈恋爱 那就在工作空闲的时间 多出门 跟朋友玩 那其实拓展 这个你的社交的边界也好 扩大社交的范围也好 有基本上两种方式吧 第一种是 我们就去参加朋友的聚会 那虽然我们朋友 可能只有五六个十几个 但这十几个朋友 都各自有各自十几个朋友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社交群体 然后第二个就是 可以用现在很多的 你说相亲网站也好 或者是社交软件也好 只要你有一定的 风险防范能力 跟上面的人去吃顿饭 互相了解了解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扩大 社交圈的途径 反正我觉得是这样 每个年龄段 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说辞 对 我特别紧张 我怕别人嫌我小 22岁的 30岁的说 我特别紧张 因为我都30岁了 我怕别人嫌我大 有经历的是 我特别紧张 因为我 过去那经历 真的让我很痛 没经历的是 我真的很紧张 因为我一点经历都没有 我什么都不懂 那每个阶段 都有每个阶段的原因 每个阶段 都有每个阶段的苦恼 为什么我们叫唤醒记 我特别喜欢 这七位同学 他们敢走进这个小屋 就说明他们敢去面对 自己想要找到爱的这个选择 即便现在有困惑 用这21天来试试 我能不能把这些困惑给解决了 你看这两个人聊得多好 那你就开始 再一点一点 再解决这些问题嘛 走 写信 写个什么呢 各位 我们今天 还是按照我们的老规则 我们的五个人 现场的五个人 不包括王老师 我们会分成两队 每队的成员人数 可以不同 分别推理 我们的嘉宾 最后写信给谁 最终的投信情况 和感情动向 并且做出判断 分别在 各自队伍的小黑板上连线 猜对最多的队伍 将每人获得一份活力支援 每位嘉宾面前呢 都摆放着一克活拳火山杯 作为容器 每期获胜的队伍的嘉宾 都会得到一份活力支援的 水滴形的宝石 倒入这个玻璃容器当中 象征着为爱情注入能量 那么最后一期节目中 杯中活力支援 最多的那位嘉宾 将会获得品牌提供的 神秘大奖 各位朋友们 怎么分组啊 输家选 选什么 哈哈哈哈 萧嫌你想加入谁的组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你们 你应该跟着他们两个就是 然后你顺便把他们两个拉下来 然后我们两个就能再加一分 嗯 那我就选你们俩 哈哈哈哈 咱们仨一组 好不好 谁呀 你我和萧嫌咱们仨一组 然后彩儿姐 我们两个 各位做好准备 下面进入到一刻活拳 爱情线索活力追踪 我觉得贝贝还是得选 贝贝 我觉得贝贝还是得选家 那你看上来粥喝了吗 贝贝今天我觉得得选回贝贝贝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 行 对这个人很重要现在 是这样开心 我们选完了 我们选完了 来朋友们 接下来 让我们来进入 一刻活拳 恋爱走向 揭秘一刻 今天又多了解了你一点 开心 希望这种采访 常有啊 蒋老师 谢谢你的围裙 颜色很OK 我们来给湖南菜安排 哎呀好可爱 他跑了 对他每次按完铃子之后 就一溜小跑 料想到贝贝同学 可能急长路路的回来 所以去够了猛牛肉 特别咸面 没想到竟然给做咸了 不过明天早晨的早餐 可以带一些糕点哦 这样即使堵车也不会饿肚子 至此 盼日出 盼日落 现在希望你能快点看到信 因为感觉看不到 你就不会吃早餐 这样节奏的工作只会越来越辛苦 要照顾好身体才是哦 这听 sujet 哦 刚刚出废的最高 能迟 alongside 自己给了 我们完成那期 去找到特色了 他给谁啊 他给谁 一封空白的心 来了之后 我觉得暂时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生这种化学反应 我本来设想的其实是 遇到他的第一眼 就会有一磁场告诉我说 是不是这个人 所以晚上的时候 不是太 有太肯定的想法 花花我们也错了 花花投给谁 他就选了一个看着 还有一点演员的 给了一个空白信 你也在犹豫什么 这个没有什么犹豫的 他是在想 他在想谁投给他了 感谢家 短短的聊天时间有期待 有点点害羞呢 想听完整版的西藏故事 最后一个问题 未完待续 他俩都把那个心涂成实的了 很坚定是吗 来 我们看 贝贝 谢谢你今天早上冲的咖啡 这就是新的内容 贝贝给了三分 双方 举起牌子 面向镜头 我们一模一样 现在就是插在贝贝 我们其他都是一样的 我们赢了 原来是你的问题 你在哪里哪里就输 路够了吗 路够可以走了吗 看一下他留的 只是谢谢你今天早上冲的咖啡 粥呢 粥呢 如果他要是写给了 首席就是 谢谢我们有喝到的粥 对啊 如果首席早晨站在粥锅边上 还这样吗 难道就是这一步错了吗 难道就是因为 差这几个小时吗 有的时候命运不就是 还真是的 还真是的 人家不吃早餐 你别想那么多了 就是输了就输了 别再如果了 真的是 胜负心好强啊你们 怎么谁胜负心强 您家都是这么说的 你知道吗 所以当我们看到 王辈写的信的内容 的时候我们不得不 认真的恭喜一下 由应采儿蒋顿豪 获得了今天的胜利 走开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恭喜你们 我从来没有去看过 不是我不走到前面去看 而是我有预想的故事 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每次都是经过 调一眼 而且 我今天上去的时候 我就在说 我说这就像修罗长 就是你每次经过 我以为会是那种 就是封闭的小屋 然后你只能看自己的 而且男生在三楼 女生在二楼 女生能看到 男生更能看到 我觉得还蛮 有一点小打击 琪琪第一天来的时候 很开朗的 嗯 话很多的 琪琪一直到现在 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 其实琪琪很可爱 琪琪给妈妈冲呀 琪琪要把自己的那个年龄焦虑 最莫名的那种年龄焦虑 要放映一下 因为我不觉得 第一天收到太多性 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开心 或者是觉得 哇 好厉害 我当时就想到 可能之后不会这么顺 然后实际上 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跨度 你会经历一些波折 你会 其实他对我来说 真的就是压力 所以你看现在的情况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上期节目 收信王是CEO 收到了三封 今天CEO一封都没有 这种落差感会很大的 然后连续两次 Jasper 李俊良和王贝互投了 琳琳和孝良 在今天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 沟通得很顺畅 所以出现了 灵灵和孝良的互投 琪琪和冯宇今天没有 这里面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 一个规则 收到七封才可以看信 这是规则 目前为止 总信数最高的 最接近的是王贝 因为王贝现在有五封了 所以Jasper和CEO 再努力一把 王贝有可能就会成为 七封了 最早达到七封看信的人 我们不发那个痘吗 对了 居然假装不发给我们 对 我看了好久 我们很看重这个动物的 活力之源 怎么能不给人发呢 谢谢 耶 现在几颗了 哇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颗呢 来听听声音 好 看词 为什么呀 啃子 啃子 我始终着 老子背倒而失 又看到你一个人 站在厨房 在厨房 忙活 你吃南瓜吗 我吃南瓜呀 好 你快睡去吧 我明天要是来得及 我一定会喝你的粥 没事 我来得及就喝 我早点 你来得及 快睡吧 好 晚安 他每天晚上是真操职 又要算表 又要提前设 他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他为什么去开心了 围棋 围棋 特殊道具 围棋 特殊道具 对 那个毛和蛇对不对 对 怎么还简单 3.5 喜欢你的毛和会随机掉落 请仔细发现惊喜吧 我先把衣服放上去 他不是瞎过 他是有目的的光 他是想碰王鹅 喜欢你毛和 请赞一下毛和人选期 开启 这个吧 毛和福利获得个人信箱开启的权限 并可指定一位异性开启其信箱 仅限今日二十四点前使用 他自己开了还可以让一个女的开 他会让谁开 他会让谁开 那肯定是贝贝了 我让小两个 CU的两封和我的音符 不能开 你听到了吗 你说是给贝贝 绝对不可能给贝贝 然后他说贝贝的里面是他的和CU的 你听不能开 不能让你看到CU给他写的信 某种程度上是竞争关系 对 他是对的吧 没有错 给你个东西 啥呀这是 个人心想开启 你给我 今天是用 我是可以去开启 去开一看 你有吗 没有 我有 我 肯定给一个已经明确方向了 等等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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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可以看信了 俊良给了我一个 就是他拆到了一个盲盒 然后这个 赠送卡是不是 就是他送给我的 请现金 就是你可以开信箱了是吗 对 它就是我们进入小屋 倒数第二条 要不是有一些盲盒 盲盒 躺在小屋里 所以就可以留意一下 到时候 我不知道 到时候可以找一下 然后他把这个给我来 我可以找到一个盲盒 这个时候看到了连续的两棟 都是来自较量的 应该对他们明天的交往 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好感动这一棟 她在偷笑 没事 我本来没事的 没事 洗手的同时洗了袖子 对 这个衣服反正要洗 吓我一跳 我说帮你淡一下 一看就不经常做 我呀 很少 教梁这会儿心里还不知道为啥 不是 情绪怎么这么好 上楼了 我也上楼了 这是他们每个人选一个星球 写出来他们对于未来爱的期待 对于他们这21天爱的期待 并且把这个星球挂起来 想要稳定 但又不缺乏浪漫 想互陪伴 不缺乏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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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水长流 然后不缺乏小惊喜和激情 缺乏评断 彼此相处起来很轻松 通过这段关系变成更好的人 希望能够跟过去的一些不开心 或者是已经过去的感情 真的说一个再见 真的是 愿这里每一句喜欢你 都能够唤醒美好的爱情 这七位小屋里面的朋友 每一个人在这个星球上写下了他们的愿望 这个愿望也是他们希望在未来能够被不断唤醒的 能够在21天的时间里面去印证的 他们可能有困惑 可能在以往的爱里面 甚至于有害怕 经过21天 希望他们能够努力地唤醒爱 无惧爱 表达爱 本节目由喜欢你每一刻的一刻活拳 独家冠名播出 这里是喜欢你我也是第三季 感谢各位 下周见 你当时画那个丝画像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画的就有点美的感觉 没有 我是赵敬远的画的 跟我画的就是有点 他是在笑的 对我画的也是在笑的 只是 你画那个是拽 你是划单吧 对 你不会划单吧 不会 没事我也可以 因为我这么划了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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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喜欢这种风格了 要是倒在倒看脑油 你看什么味儿 你就免得去 没办法 你还得去 我说让你选择 是要 你会了解 你会了解 阳光他拥抱着我 云朵也有话要说 在心动的那一刻 一切都变得深入 上微博 参与喜欢你我也是 真爱配对 为最爱CP连线吧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关注节目官博 搜索恋爱唤醒活动入群 领取超多福利哦 每周四二十点 喜欢你唤醒我 会员专享恋爱秘籍 来随客 看喜欢你我也是第三季 更多精彩短视频 电视大屏 看喜欢你我也是第三季 就用奇异果TV 爱奇艺 微博微信 搜索豆芽表情 获取喜欢你我也是 第三季同款表情 上爱奇艺变织 跟阿球老师学喜剧 让幽默为恋爱加分 秒懂百科 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 快速了解节目信息 上新浪新闻 搜喜欢你我也是 看更多精彩内容 放心买手机 就找爱回收 全国千家门店 回收更方便 关注吃瓜不吐香蕉皮 一起吃瓜 一起嗨 感谢微博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百度百科 凤凰网 喜马拉雅 新浪新闻 Zakar爱回收 速率 美美娱乐 吃瓜不吐香蕉皮 余老爷 旅火娱乐 火星小说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微博 搜索喜欢你我也是话题页 点击置顶微博 参与喜欢你我也是三 CP名征集大赛 开启花样脑洞吧 爱奇艺